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星菩萨 感恩 大慈大悲罗台长 感恩 大慈大悲诸位菩萨 现在跟大家分享 我的孩子是从小就有这样子的病的 是全身都很痛痒 就晚上也是不能睡觉的 的情形就比较严重了 就他的皮肤会出那些血啊水啊 他的味道会比较臭的很臭的 就看了很多医生啊 还有也是有去看专科医生 中医西医也是看很多 总之是哪里说可以医到的 我们就去到哪里了 就看可以有机会医好他没有了 过后我们就有一个中医啦 有免费跟他医 医了半年他也是说 可能这种是业障病啦 就叫我们 念经哦 放生咯 过后他就拿到了台长的那个poster咯 他就叫我们试下去找这个center啦 心灵法门的center咯 那我就跟我们丈夫就试下去 去看一下怎样的情形啦 说过我们就开始念经咯 就是在大概是去年 去年年头咯 去年年头我们就开始拿到 这些经书 我们夫妇两个就开始念经啦 一起念咯 就我们就许愿 许了愿 不吃那个活海鲜 然后除以十五我们就吃素 跟那个孩子一起吃吃素 就我丈夫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然后他就这个 就是他 现在好很多了 以前会他比较自卑 他不敢去见人 然后他就 他不得空 每次在那边抓 我是怕他没有机会上学 现在他已经读了一年了 他很有 幼儿园啦 一年幼儿园 他已经很有信心了 很高兴啦 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有继续念 然后有放生为他 但是他好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有问他啦 你有梦见过观世音菩萨 有梦见过台长没有 他说他梦见过台长 台长跟他说不要吃肉 所以他也是减少了没有吃肉啦 但是因为婆婆怕他长不大 还是有煮的肉给他吃 但是他不吃 他没有吃 他只是吃素 吃素比较多 吃菜的菜类比较多 所以我感谢大家这里 谢谢大家